直升機事故發生現場 殘海扭曲變形 支禮破碎 早已看不出原來的模樣 搜救人員繽紛多路抵達現場 搶救畫面也曝光了 來看一下當時情形 OK 我可以走 我可以走 他們兩個有點受傷 沒辦法走 大概只有我可以走 所以是現在幾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聽我說 只有我可以走 他們兩個受傷 沒辦法走 他需要單降 那那邊有一個更嚴重 國會旁邊有一個比較嚴重 然後座舱裡面有兩個或三個 是有聲音還可以 然後這邊有兩個 已經沒有氣息了 可以看到通知次長 曹敬平站在鏡頭前 冷靜的向搜救人員 回報現場的傷亡狀況 畫面中清晰可見 曹敬平手上還拿著哨子 由於現場位於山區還有農屋 搜救人員稍早也回報 聽到有人吹著哨子 才方便定位及時找到失事的地點 來進行救援 不過這起黑鷹破疆送摘 統計造成至少五個人死亡 還有人受困在破的機艙內 救難人員還在持續搶救當中